请陈晓娟来提她的姓名 不管男生女生 你们的名字都是很美妙的 你们有兴趣就多多分享 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 那我需要现场的观众帮我一下 安排一个现场观众进来 把我这个拿出去 要拿出去吗 还是要放在这里 先放在这里 先放在这里 等下把它放在一堆 可以放在一堆 好我们先放在这里 可以吗 谢谢 哎呀场地不够大 期待各位高台贵手多多支持我们这个画作 让我们做大了 过后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书房 来给大家直播的更丰富一点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越做越好 值得大家去分享 是 要发扬我们的文化 那个名字我看一下 这个名字 陈小娟 OK 春年不觉小的那个小 OK 那么娟是杜娟化的娟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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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嗨 大家分享 大家分享 所以市里面也会带一些劝告 祝福 嗯 谢谢 好 劝告 祝福 哈 陈小娟 那我们的诗节哈 如果再有观众点击链接 让你告诉要写什么呢 你可以告诉我们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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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橙子新叶花 富 富 贵 嗯 真美啊老师 很简单的一个陈字 为什么会出现一句话 陈之新叶花富贵呢 嗯 就是说 啊 一个家族就像一棵树一样 昌盛繁荣 嗯 也祝福陈小娟呢 能够早生贵子 花开富贵 嗯 这个是很完美的一个祝福给你 嗯 然后下一个小 小是代表什么呢 小是代表早上的阳光 春眠不觉晓 下一句是什么 处处闻蹄鸟 处处闻蹄鸟 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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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这种啊 这种就是打游师很厉害 哈哈哈 打游师厉害也要写到很浪漫 写到很浪漫 对啊 春眠不觉晓到处闻之药 哈哈哈 下一句 嗯 嗯 什么啊 嗯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蹄鸟 处处闻之药 越来巴掌声 不知死多少 哈哈哈 哈哈哈 哇哈哈 高人啊 果然是高人 越来巴掌声 不知死多少 哈哈哈 越老师也会开玩笑 打游师 嗯 嗯 就是要写浪漫一点啊 嗯 嗯 嗯 来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也欢迎 矿泉水 饮用水的赞助哈 因为我们会口渴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有做水的 你也可以欢迎赞助 我们这一个节目 谢谢哈 还有书画啦 画纸啦 做墨的啦 笔的啦 桌子啦 这些墙壁啊 有人要赞助都欢迎哈 哈 还有空调啊 还有什么 有空调啊 有空调啊 这里还有空调啊 这里还有空调啊 可以打一下你们的广告哈 嗯 嗯 对啊 这是书画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我们大家去欣赏 嗯 去记得发扬光大 也是可以把你们的产品 让我们来帮你做一个直播 嗯 对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还没有赞助了哈 所以把它遮掉哈 放远一点 等你们的牌子来哈 我们可以啊 有位置就放了 哈 请不要我带 啊 那个工夫咧 哈 来带夏菱子哈 让他赞助哈 嗯 哈哈哈 每天都喝他的水 他竟然不知道我是谁 怎么可以哈 嗯 多分 嗯 嗯 成枝新叶 花富贵 小日 春风才圆满 宣秀聪慧 诗 书 妙 是吗 对很聪明的 诗书妙 哈哈 哇 刚刚一个帅 现在一个美 哈 这个是最祝福咯 对对对对 刚刚我看到的是哈 流红杰帅 因为这两个是一对嘛 就一对就有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叫流红杰帅 一个是 陈小娟 美 这是一对的哈 欢迎夫妻们 把名字打上来 写了就有恩恩爱 写了就会恩恩爱爱 白头到老 白头到老 嗯 嗯 只顺满堂 可以去做台库 都是祝福满满 正能量满满 是的 我们做研究有一个正能量 有正的心态 嗯 我也是喜欢写Yuki 来 写名字嘛 还有看到这样多人写我也忍不住 我要插堆 人家写我的名字 因为这是公司的名字嘛 我个人的名字还没有写过 嗯 谢谢 喜欢吃的 辛丑洋月 洋月 十月是代表洋月 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上个月学过的菊月 就是 九月 菊花开 九月 那么十月为什么是洋月 是因为菊花完了就太阳花吗 不是 洋月是代表这个十月的一个排名 还有一个称呼 每个月都有一个称呼 这样十月呢 我要看一下忘记了 洋月就是十月 我们走个来看一下 好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德 一个善 有善有德的家庭 一定是富贵满满的 陈小娟 看到吗 这个名字 聪明伶俐的名字 嗯 我们给她怎么样的祝福呢 陈之辛业花富贵 就是说她的家庭会昌盛繁荣 陈小娟这个名 能够望夫望家花开户贵 小日春风柴圆满 就是说她的人生光明 会风生水起 家庭会柴圆广静 江秀 捐秀聪慧思书庙 也就是说陈小娟这个人很聪明 能够知书达理 聪明伶俐 美景良辰爱永恒 祝福她的家庭幸福美满 夫妻相亲相爱 哇 好美 是不是很美妙的意思 很美妙的意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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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我们来看哈 一个是先生的 一个是太太的 想起来就挂在家里 想起来挂在家里 左右就好了哈 来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哈 一个帅 一个帅一个美 有没有看到 一个德一个善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龙凤佩 来 太棒了太棒了 如果你们有喜欢书法的话 多多分享 Blinder也印不出来这样美的字的 Blinder是完全不可能 啊我还没有打印章 是 写出来的书法比较有生命力 嗯 印出来的书法是很白板的 没有生命力 对 写出来的就是 有那个能量在那边哈 因为Printer是不会给你任何能量的 是的 他只会复印而已 对对对 可以Printer一千张 但是写的话是 只有唯一的 唯一无二的 末宝 对 唯一一张针迹 因为再重写 也写不回一模一样的这个图形哈 是 落笔的时候哈 嗯对 好了 来 我们来 打上 在这里吗 是是 谢谢 嗯 老师说 盖印章跟人一样 做事要方方正正 要稳 要稳 要沉稳 沉稳 所以我要压久一点 嗯 嗯 很沉稳 是 那么再来 这个是 我们的末宝印 末宝印哈 嗯 盖上了这个印章过后 老师说过 就会有 收藏的架子 对 它是唯一的末宝 非你末属的 是 只有属于你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来唱一句 非你末属 可以 嘴叉耳 嘴叉耳 就很印章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这个来 嗯 拉下来一点 上哪里 拉下来 盖这位置 这个位置 对 哦原来盖这位置 也是有讲究的 有 每一幅画 盖的印章 都有它的讲究 跟它的意义咯 意义 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好 好像一个龙 它在什么龙马精神 都要请一个人去点他的眼睛 盖章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画龙点睛 整幅画的效果就不错了 看了哈 嗯 刚刚给大家看的是 还没有盖上印章的画面 现在我们给大家 把两幅画做一个对比 一个美 一个帅啦 嗯 过去左边 过去左边 右边一点嘛 好 来看一下哦 有没有 好快点 视频 OK 好 OK